我的朋友 他會因著每個人的不同 而表現在不同的器官 例如有人表現在鼻子 然後會鼻過敏 有些人表現在呼吸道 可能會氣喘 有些人表現在皮膚 異位性皮膚炎 有些人表現在 其他不同的器官 好 所以在眼睛的部分也有可能嗎 有眼淚啊 有眼淚 然後或者是睫膜炎 慢性睫膜炎等等 睫膜炎 所以這個基因體質 是一個造成免疫系統的一個重要因素 來 第二點是壓力 現在人壓力很大 這個一定要好好講一講 我想在座 你看 大家為了生活 討生活對不對 拚工作對不對 一定都會怎麼樣 熬夜啦 對不對 或是說什麼睡眠不足之類的 但是各位一定要記得 這個一定會造成 多多少少會影響你的免疫系統 因為我們免疫系統你看 它事實上 雖然說好像表面上是沒有誰 在控制它 那這個壓力呢 它就怎麼樣 它會造成我們這個 我們都聽過什麼 自主神經系統 有沒有 這群系統是這樣 它是不會受到任何的 不是你用念力就可以改變的 但是呢 它都受到整個環境的調節 所以你看壓力越大 這個生活越不正常的時候 這一組這個 所謂的自律神經系統 它就也是失調 這樣的話也是一樣 造成我們免疫系統的發育 它運作就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千千萬萬 一定要保重 好 陳教授我們要補充的呢 關於壓力的部分 壓力 舉個例 在戀愛中的人 可能他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很開心 快樂 快樂會讓你壓力降低 那你有的用食物嘛 吃很多好吃的 它會很舒服 這樣不會生病 可是如果說 思念的時候呢 可能他受到極度的壓抑 可能那個免疫系統也跟著就 非常的 很不好 那可能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也就是說獲不擔心 當你 出了一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又同時就會造成 你又會生病 其實跟你的心情有關係 所以熱觀 用熱觀 用開朗的心情去面對環境挑戰 比較不會生病 反眠疫系統會比較 事實上很多大病都是在 就是環境 跟心情還是有關係的 對…造成 是 好 所以其實 很多人都不斷來講說 其實心情開朗啦 正向思考啦 很重要 好 再來第三點 環境也是造成免疫問題的一個因素 來 陳教授 環境 各位你看 只要從你從家裡面出門開始 是不是就各式各樣 對 污染啊 這個 這個什麼各式各樣 但是 這個是怎樣 就是沒辦法避免 對 那怎麼辦 那就是 就是像剛剛陳教授有提到說 如果說 你有知道說 你可能對哪一方面的 比較容易過敏 當然就盡量不要去接觸 那家裡面 剛剛蘇瑋也有提到 塵蟎很重要 這個家裡面呢 對不對 整個環境你這個保持乾淨 或者說特別要這個塵蟎去清除之類的 對 那環境的話就是 用這種方向 來去 來去盡量避免 是 好 陳教授 環境我想很多是無形的 看不到的 那 必須用顯微鏡來看得到的東西 例如 很多像塵蟎或是微生物 那事實上我們 我是學微生物的 那我們 可以說是活在 微生物的海裡面 空氣中到 我們在裡面生活 那這些東西事實上 一直在跟我們接觸 那還有一些像花粉 植物的不同的東西 到處都有 那如果說我們的體質 就是說我們免疫系統 非常很容易亢奮或很容易 那就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 如果說我就拉回到我原來 剛開始講的這個 平衡的概念 如果你的免疫系統是 很容易看到 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平衡下來 對 穩定下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受到 這些環境的刺激這麼嚴重 那就 為什麼有的人就 培倫倫 怎麼刺去都沒事 都沒事 所以有些人稍微刺激之後 他就 所以事實上 這個跟你身體的恆定性 免疫系統的恆定性 有很大的關聯性 好 那NIKE有什麼問題呢 像我知道那個貓跟狗 還有灰塵 容易讓我們造成過敏 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環境中 有哪些過敏因子 是我們一般人比較少知道的 好 來 朱教授 其實剛剛除了提到那些塵蟎 那是很清楚 其實剛剛好像蒸蒸的樣子 他有提到花生 但是像這種東西的話 不見得每個人都有 就會發生這種 但就是體質的關係 事實上 食物上就有很多 會造成過敏的東西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海鮮 會 有對不對 吃了海鮮 全身養得要命對不對 所以這類的東西 也會造成過敏 所以這是食物過敏 然後剛剛蘇有提到這個 皮膚的接觸過敏 因為接觸過敏 他有時候像那些什麼 剛剛什麼建築工人 或什麼常碰水泥 油漆 或是說你這個油漆 然後美容業者 他弄那些染髮劑 什麼之類的 有時候他長期接觸的時候 也會有這種現象 那個都是因為就是 接觸太頻繁 然後我們的免疫系統 誤認為它是 這個病原菌對不對 然後就產生這種 所謂的不適當的免疫反應 造成這些過敏 對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也是要特別的留意的 好 那麼接下來呢 邵姨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們要如何 來改善這種過敏現象 改善這個過敏現象 就很多觀眾都很關心 真的 對… 那當然 如果說你到醫院去的話 當然就是給你吃藥 就簡單了 但是我相信沒有人喜歡吃藥吧 是 有人喜歡吃藥的嗎 我相信不行 對… 那只能怎麼樣 從我們日常生活中盡量去改善 那其實呢 食物 對各位來講 事實上就很重要的一個 改善的來源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 可能你每天都要吃嘛 對不對 那你不肯不吃東西 可是吃東西的時候 要吃得對 吃得剛好 這樣才是最好的 那食物裡面本來就很多 會可以調節我們平衡 調節免疫平衡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上可以用這個部分來改善 是 好 那麼 我們了解到說 造成免疫問題的因素呢 基因壓力環境 再來就是跟食物有很大的關係 飲食習慣 對 剛才這個朱教授也稍微提了一下 陳教授有要補充的嗎 飲食習慣 我想我們一般人 吃食物的目的 除了獲得熱量 吃飽之外 還要吃到 吃得好還要吃得巧 吃得巧 我想我強大的巧是說 你要吃到一些 具有調節體質的一些食物 會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講就有功能性的 有機能性的食物 那這些機能性的食物它不用多 它就會 事實上剛才這個可能又洛貝爾獎 又黏在一起 他們發現這個 我們全身都有這些細胞 所以就是說 例如說在黏膜嘛 從嘴巴一直到腸道呢都有 所以在吃 吃是很容易的方法 就你在吃這些養生的食品 事實上這個可能幾千年來 大家都會聽到很多的方 養生的一些秘方什麼 那也不必 我想菜市場就很多 菜市場裡面 我想婆婆媽媽 我也常常逛菜市場 菜市場裡面就有像 很多迅菇類的 迅菇類的 這是台灣我想 我們是迅菇類的農場 農產大國 所以這個又便宜又好 或是像一些青菜類 青菜水果類都有 這類成分 就是調節體質的成分 調節體質 事實上 免疫就佔體質的一大部分 在調節體質 免疫系統也在調整 所以主要是我們飲食要均衡 然後攝取那一些 可以讓我們免疫系統 更調和的一些食物 像迅菇類是其中一種 除了吃飽之外 可能要再多攝取一些這些 有調節性的食物 迅菇類主要裡面 是什麼樣的成分 可以調節這個免疫系統 它最常聽到就是多糖體 事實上還有像蛋白質 它有一些胸菇類的蛋白質 都是很好 目前發現就是它是很好的 調節性的 調節性的蛋白質 它可以直接去作用到速度細胞 就吃的過程我們就會 受到一些調節性的一些刺激 那些刺激就會慢慢去 讓先天後天的系統 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是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了解 怎麼樣去提升 我們免疫系統的一些原則 怎麼樣是不是有些什麼食物 可以多吃 增加我們的免疫系統 食物多吃 剛才有講到這個 迅菇類 青菜水果 要不要再幫我們多補充一點 剛剛陳教授有特別提到一個 我們這個當地食材 對 事實上我可以跟各位講 菜市場最終於買得到了 謝謝